学佛人的快乐不在心外寻求 只在内心助就 心中自足 知足一切 悠然自得 有一个炒股大哥 中了五百万 他领奖的时候 没想到一点都没有表现特别的高兴 表情从容 记者就问他了 请问这位先生 你准备怎么样花这些钱呢 这位大哥淡定的说 先把这几年炒股借的钱还了 记者又问 哪剩下的钱呢 这位大哥 四十五度的 攘望的天空 点燃了一支烟 悠悠的说 剩下的 慢慢的再还吧 实际上我们学佛就是做人 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会有风险 投机取巧 都会让我们在五欲六成的红尘当中 被染织 被染着